福森号快幕观光列车起航 从嘉义平原地区驶向阿里山森林 山林之美尽收眼底 暖黄色调的快幕车厢 散发温暖柔和的气息 2024年全新打造的福森号 与阿里山大自然巧妙的相融为美景 福森号首航这天 列车美学的幕后推手 来自高雄的建筑设计团队 来到现场揭开车厢的特色和巧思 现在外观是用大板的方式 将近一块有40公分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方式呈现的话 最大不同就是我们以前看第一代车厢 我们不会那么注意到快幕的纹路 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块它的纹路其实是都不一样的 阳光映照下木质纹路更明显 福森号是灵铁第二代快幕列车 能够拥有如此珍费的木料得来不易 设计团队透过台南林业老工厂 从日本回购一批来自台湾的快幕 加上扁驳打造木质外观 内围钢古结构的新一代快幕列车 可以闻到快幕的气味 我们是用间接灯光让快幕温润的色泽 可以比较真实的呈现出来 那在这样子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希望不要喧闹 然后让大家的注意力 可以是更在整个自然环境中 为了让列车进入森林景观时 能保持低调 设计师们尽可能减少车厢的线条 如此一来 正巧更能呈现木料本身的质地 譬如说像我们这个扶手的高度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其实是完全跟车厢切齐 所以当我们站在这边 看这一整座车厢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是一条窗带 而不是非常多的窗户 踏入车厢 快幕芬芳扑鼻而来 视线索及人事简洁的线条 理念从车外延伸进入车内 这个窗户是加到非常大 它跟原本我们的这个小火车 是完全不一样 那但是呢 一样我们让它的这一所的线条 是用最干净最简单的方式来制作 2005年阿里山铁路 第一代快幕列车 车头是蒸汽老火车 车厢内窗户的宽度略小 才有木质座椅 而第二代列车 大幅加宽窗户的视角 更换上天然牛皮座椅 质感在升级 当列车行走在阿里山 森林景观伴随快幕厢 置身林间的感受更强烈 这个车厢本身就是属于这个森林 所以对我们来讲 它的外观很重要的就是 不是只有在做它自己 它怎么融在这个环境里面 怎么样反射映射出 在环境的这个状态 以及在山林里面走 它不在这个车厢里的人 它都可以感觉到 它自己跟环境跟车子是 同一个环境这样 移动之间 从偌大的车窗望出去 山景忽而近在眼前 忽而远在天边 譬如说像现在 所有的线条都是垂直的 那在某些地方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 很远很远的水平线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 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动 然后很远 像这个时候又变得非常的近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把这个框井做到最大 然后室内的这个线条最少 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很自然的就融入这个环境 在这个车厢里面 日治时期 总督府致力开采 阿里山林木资源 从1912年开始 小火车往返载运木材 直到1963年 林业资源枯竭 国民政府结束直营发木 转型观光 为铁路打开不同的可能 阿里山的登山铁道 本身就非常具有 国际观光的价值 因为全世界能够有 这三种特殊的工法 在整个登山列车里面来讲 阿里山算是非常独特 它包含马蹄形 包含螺旋形 包含支支形的部分 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不过1982年 阿里山公路通车 重挫零铁旅客运辆 如今铁路人因快捷的高铁 和易达性高的公路运输 面临营运挑战 那走同样的路线 如何能够让它观光化 就是说我们要结合 站点的特色 包含列车周边景点的特色 以及我们在地 业者的一些的优势 把它结合起来 2001年第一条 观光列车的概念出现 2003年台北通往花莲的 温泉公主号 以及开往墾丁的墾丁之星 成为最早定名的观光列车 2007年台铁江西部的总裁一号 东部的东方美人号 及回南阿美号 整并为环岛之星列车 2020年明日号 以旅游为主轴加入服务 2021年怀旧为主题的 蓝皮解忧号行驶南回县 2022年更出现美食为主轴的 明日厨房 以及户外运动主题的 铁马与铁道双铁列车 2024年阿里山林铁全线通车 福森号快木列车 则主打餐饮 艺术 人文 结合自然的无感体验 台湾非常多铁道 它都是产业用途开始的 那随着年代 就是时间的推移 这些产业常就 渐渐的消失 或有一天它就被公路取代掉了 所以这些铁路 如果它没有观光用途的话 其实它也没有办法生存至今 阿里山一日出云海森林等等奇景文明 吸引川流的旅客 跟随小火车 拜访铁道沿线聚落和风光 铁路曾是经济的指标 也曾是连接游子与故乡的长桥 而今铁道成为一扇打开视野的窗 带着旅人走进台湾的人情四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视野的窗